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要接着来聊聊 CC这一张专辑BOOMERAN 首先第一首歌 就是现在很夯的话题 你是INFP人 对 因为在韩国 听说连面试的时候 都会要看你的MBTI 对不对 对 好像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 就是面试的时候 的确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MBTI是什么 我现在运到人也都会问这个 对 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是 因为看韩剧 然后韩剧也会把这个带入进去 Lio哥现在有很多问号 对 我觉得我好像外星人 我们一提一提来了解 我们请西西跟大家分享 到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个 INFP放进去 我记得台湾有一阵子 也很红这个测验 16型人格的测验 当时我们是想要用MBTI 去做长头师 但是太难了 就是说 My boy My body 又不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变成 不然就用我的人格来去写 因为INFP人格很容易想很多 然后内心满 内心满澎的 对 对 所以对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很难hold住 情绪很多 对 所以这首歌就是献给所有的INFP 然后想要被拥抱的人们去听这样子 那很想特意 Lio哥喜欢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还是待在家呢 当然是 哪个 出去 那你应该 但重点要找到对的人 那你应该是E人 要对的人 OK 不对的人我宁愿在家 这样的话好像是I人 不对的人 因为我自己也是I人 就是你是内向还是外向 我 你的 我是内向 是 哦 但是环境所逼 然后转到外向 有些人真的会变 因为要赚钱 对 上了舞台就会变E人 对啊 会变外向 对对对 蛮多人是这样 对对 就像我也是 写完这首歌之后有再去测一次 看是不是有变化 对 但一样是INFP 对 所以这首歌献给同样是调停者的INFP人格 这样 是的 十年发一张专辑微香 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演花 是邀请到我们中城湖来担任制作人 对对对 合作过程当中 大概录几次完成 演花应该是我专辑里面录最顺的一首歌 大概我们其实是抠两天 然后都是从头录到尾 都没有录段落这样 我大概录了第一天录了十四次吧 不是通常第一次最好吗 我以为就越唱越过瘾这样 不是从头唱大尾 对从头唱大尾 没有卡接 录十四次 然后录完老师就觉得说 几次 十四 为什么不是十三跟十五 这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十四次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这个太悬了 因为十四造英雄 你不要 你不要唱这样 所以为什么不录几次 我们才配合你吧 我 不开心 好厉害 你现在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金句的 你还没有给西西啊 西西西西西这个名字太好了 西西西西啊 所有的事情都得第一 对不对 西西西西得第一 为什么 那这样江慧宇你看她就吃醋了啊 对 我们一定不能 因为西西还听不懂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得第一 意思 那个是押韻 就是押韻 地歼 新西 新西 对不对 有押韻 心祥四 counselor 样样得第一 谢谢 对不对 然后江慧宇 会宇 这不用讲了 对不对 台语歌坛 江慧义以你为荣 谢谢 好